疫情发生后,世界变得不一样 我们过去只有一直在办公室里工作 去到现在,员工可以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工作 全面实行Hybrid Working的模式 因此企业为了去应对营运的需要 数码转型是必须的过程 去为员工提供一个完善的Hybrid Workplace 企业可採取两大策略 第一,Digitalization,数码化 将文件和工作转到云端平台,方便存取 第二,Automation,自动化 将繁琐的流程透过AI人工智能简单化和自动化 企业执行这两个策略 文件可以有效管理,流程更加简单和有效率 过程中公司能够获得更多数据 方便管理层去做决策 公司进行数码转型绝对可以加强营运效率 减化流程,减低人才流失 李光有专业的团队为企业进行数码转型 支援基于四大范畴 包括工作流程自动化 混合工作间建立 网络安全和云端科技基建 而在工作流程自动化方面 从三大方向着手 第一,AI数码化文件 利用AI科技分析和将文件内容整理后 放置云端平台 第二,整理和设计数码流程 基于新流程的设计将过去不需要的流程散却 使到流程更加透明化和有效率 第三,流程自动化 例如当上司审批好支出 文件直接由系统传达到会计部作处理的时候 加快流程和减缺人为的错误 新一代的人才追求工作和生活的平衡 企业引入工作流程自动化 能够大幅减省大量繁复的工作程序 又能够确保资料准确无误 系统自动化之后 员工可集中时间去分析和制定决策的工作上 令到工作更有意义 有助吸引人才 李刚为客户部处了工作流程自动化方案之后 成效有目共睹 以一间本地著名的物馆公司为例 首先我们了解到客户有两大痛点 第一,财务部需要用两个大房 去储存大量水电账单 实体文件其实好易不见和损坏 部分记录甚至是找不回 第二,文件没有系统管理 要花大量时间去整理 而账单在批合过程是相当复杂繁复 导致工作效率很低 于是乎李刚为这个客户 进行了完整的评估 先将所有文件电子化 和储存在李刚的云端文件管理系统 方便管理 我们也帮他设计流程 减去不必要的工序 直接传送给部门主管 以电子方式批核 解决方案为客户带来两大好处 第一,批核账单的时间 由原本七日减到三日可以完成 第二,处理有关文件的程序 由四个人变成两个人处理就可以 每个月还会自动发出电子报告给主管 而且省了大量文件储存的空间 客户用过这个方案之后 感到相当满意 企业想进行工作流程自动化方案 应制定目标 由小的工序开始 会比较容易和快速执行 之后找有经验和了解客户的服务供应商 提供合适的方案 李光在过去六七年之间 见证过公司高速数码转型 而在这两年已经帮助超过300个客户 完成度新订造的工作流程自动化项目 李光和市场其他供应商不一样 团队顾问着重于聆听客户的问题和需要 根据经验帮助客户进行自动化流程 加上拥有超过200人的强大服务团队 随时为客户提供合适的服务 感谢观看